我是Jory Cole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8点06分 今天呢 全球快递购的地位提升了一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组奖人 现在已经晋升为立法委员了 以后你小心 平常是 我要那个监督你 该做的事都要做 你们民进党不能放水 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好几个题目 比照联访 联访很漂亮 联访也是民进党 他是日本版本的民进党 比一把台湾版本民进党都附加价值高多了 日本货走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联访有点像邱姨 我不知道他伤心还是高兴 两个都是美女了 好我们这一段先谈一下 田宏茂先生的儿子这个事情 因为昨天晚间我有跟田宏茂先生的家人联系上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因为蔡振元 你讲家人是他儿子吗 他的太太 台湾 他因为他去 他说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 后来黄崇燕总统府外人又发稿 因为蔡振元说他去做生意 还什么什么的 花了很多钱 然后又说他盖了住在豪宅 那家公司叫Rich Media Rich Media 好这个田太太说 他这位儿子现在是在旧金山一家太阳能公司上班 他在华顿学院毕业之后就跟朋友真的有去大陆经商 那做了两年左右就鲨鱼而归 他说那是Failure的一个经验 非常惨 输了很多的赔了很多钱之后 他儿子就从来再也不去大陆了 然后这个儿子后来在洛杉矶上班 那他说他的那个公司名字确实叫Rich Media 那我有吵到 可是他已经收了 就Marvin Tan 对啊 田先生 田后帽有一儿一女 女儿现在是在Minnesota做助理检察官 那儿子呢在旧金山 那田后帽的夫人是说 这个儿子呢 他2010年以后都没有去过大陆 而且他就转业 因为他做华顿商学院毕业嘛 然后来就转正做solo这个energy 然后在旧金山 他说他儿子现在在旧金山是租房子住 没有房子 绝对没有蔡振元所说的有豪宅 然后他说他在洛杉矶曾经买过房子 是妈妈爸爸给的钱 后来他把洛杉矶房子卖了 搬到旧金山 那个钱还给了田后帽 先生跟夫人 我要转达的就是这个 因为田后帽现在人在国外 在曼谷 我要请教这个正亮的是 这个刚发表他做海基会董事长 然后蔡振元就有这个 这个似是而非的消息 你觉得这是国内办有人要整那个天后帽吗 也不一定是国内办 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大陆了 大陆不知道是哪个单位 不知道哪个单位 因为有可能是情资单位 我们不知道 目的何在 我去找你难堪 简单讲 就是说你儿子也在做生意 这样 他儿子是20 他他当然田太太田先生 这个在在曼谷 那田太太是说他儿子再也不做生意的 这个是这样了 就是说比较彻底的一个说明 应该还包括就是 那Rich Media这家公司还存不存在 那如果他继续在大陆营业 虽然你退出 那你有没有持股 他说没有 这个可能要做一点说明 他更需要说明 我有说 那你们为什么在被问到 有没有投资 对对对 大陆生意的时候 为什么事先不说呢 对对对 那他田太太 当然年纪也不小了 他就说 这个因为是一个失败的 不过我给你讲 因为他不是 这个不是本人吗 对了对了 他儿子也是独立的 在美国18岁以上就独立了 已经40岁了 他说他是 对他说 这个就好比以前人家问 吴敦毅的儿子吴子文 在大陆是不是从事并购生意 那吴敦毅不是也同样这样说吗 所以我说过去 既然如此 那未来更重要吗 对不对 他的儿子家人绝对不会 所以国民党要直问田皇帽 应该把吴敦毅也放进来了 把江炳坤哪 什么连站不都放进去 因为江炳坤已经离开政界了 吴敦毅可能是明年的主席啊 对啊 对不对 那吴敦毅的小孩 在北京搞并购考基金大家都知道嘛 可是不会有人去质疑吴敦毅这一点嘛 对啦 对不对 所以 田皇帽这件事情 你认为其实到此为止 应该是 我觉得适可而止啦 重点还是他怎么去应用他的关系啦 对啦 不过田皇帽也不是个简单角色就是了啦 他虽然年纪有点大了 他讲话 我觉得年纪大男人有个好处 你知道他要装糊涂的时候就装糊涂 不行啊 这个位置不能糊涂 不是 不装糊涂的时候就很聪明 田皇帽其实当年研究国民党在中国的那段经验 他那本书是经典 在1973年就去过中国大陆五个礼拜也多厉害呀 他那个是中国 那是第一波中国问题研究者 而且很少人是在银台跟中国领导人见面 所以他跟江泽民在中南海的银台握手那张照片 确实很珍贵啦 是啊 所以我倒是认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绿营的人要骂他 说他不是独态 没有啦 那个只有部分 只有部分 那个没有意义嘛 我也觉得没有意义啊 不然你说李登辉现在是什么呢 他就是在李登辉当总统那个时间 然后跟李总统关系比较好 就是如果说台湾社会普遍 尤其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那派出一个大 就是说对他的信赖度的比例比较高的一个人 去做海基会董事长有什么不好 其实田皇帽就是最广义的本土派人 对啊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 我也不懂民进党内部有些人干嘛 对田皇帽那么的恶意 没有啦 那个可能是 我觉得实时少数人 你觉得少数啊 所以田皇帽做海基会董事长到目前为止 我而且张志军你知道他昨天 他的回答还蛮温和的 对啊 他说不了解他 要继续了解他 他没有痛骂他 张志军毕竟是外交官 对啊 他要留下空间 对啊 而且他是 他以后是跟你对口 对啊 田皇帽他在讲到张志军 陈德明是对口 对 田皇帽讲到张志军的时候 讲的也蛮温和的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一波张志军昨天的回话 因为是中央社的写的稿 还蛮 其实如果大陆想 还蛮善意的 大陆坦白讲 如果想通啊 要从小英的就职演说 比如说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找空间 下台阶太大了 那田皇帽一定是最好的代表 对对 因为这个就有点政治嘛 那这种田皇帽一定是最好的解释者嘛 田皇帽是最大公约数了 在台湾一定是了 对 好 这个是田太太昨天也 我因为田皇帽在国外 所以我问了秘书 然后也问了田太太 这个因为我要 我礼拜一有访问田皇帽嘛 对不对 所以田太太这个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解释这个事情 那所以就到这里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广告了 看看宋楚瑜 做APEC特使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呀 这个安排 但是为什么今天旺报说北京否决啊 我们进广告是 串掩明的旺报不喜欢宋楚瑜 APEC没有所谓北京否决的问题 这不是两岸问题啊 对不起啊 只是说你在APEC能不能跟习近平互动这样而已啊 对啦 宋楚瑜去立马 如果习近平不理他 那是另外一件事嘛 可是上次那个连战 最最最最后一次去的时候的待遇也没有很好啊 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两岸问题嘛 对啊 蔡指派APEC代表宋楚瑜遭北京否决 不容演出宋喜偶遇 两岸维持现状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进广告了 最后要谈乐森跟赵峰安 某男士彭怀男的角色 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好 这个继续 刚才讲了田后茂董事长的儿子 人家是独立的个体 这个是个儿子了 田后茂做海基会董事长 应该就是目前的最佳的抉择 好 接下来看宋楚瑜先生了 今天的旺报居然说是宋楚瑜被派做APEC特使 北京反对 然后说不要演出宋喜会 他们两个不是还不错吗 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这个已经跟私交无关了 那现在怎么回事 因为你代表蔡英文嘛 这是总统特使 我知道 所以他们很欺忆代表民进党总统 我觉得是在传达这个讯息了 对啦 顾台长为什么想事情都想得这么有趣的 可是就说你到了APEC 那你跟宋楚瑜总不可能都完不去 没有碰到面吧 对啊 那还是要有表情吧 对不对 其实没有私下聚会 以前大家还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见得那么开心 那个代表性不一样啦 老共就是完全政治挂帅了 就是你民进党的代表 我就不理你 就是当然他那时候代表亲民党主席 那不一样 他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他不是真的你这个人嘛 可是这样习近平也会 让人家觉得你实在是太无情无理了 所以我就说嘛 就是说你跟宋楚瑜不可能 完全都没打照面 好怪怪哦 那人家就会去抓你那个表情啊 干嘛 那我觉得这个蔡英文还蛮通平的 他派一个宋楚瑜去那个秘录 我觉得蔡英文如果真的是他啦 那就隐含着 他真的也希望两岸 通通气 对啊 他根本就他还 其实蔡英文还蛮隐忍的耶 就是这个主观的 为了两岸之间的事情 对他从来也没讲过 是啊 不好听的话 他又派了田红帽 田红帽接受我的法文 对毒啊 捅啊 他完全不表态 他说他是台湾派民主派 国台办也没有对蔡英文指名道姓过 不只国台办啊 那个其实习近平也没有啊 都没有 那趁这个Airbag的时候 大家消消气 通通这个管道不是也很好吗 我觉得这个已经完整表达出蔡英文的 对啊 和好愿望 说不定还有 因为这是11月底的事情嘛 说不定还有转环也不一定啊 因为这个月会发生一个事嘛 这个月是I care啊 对啊 就927嘛 对啊 因为那个预期会发生嘛 不是吗 到底能不能去啊 我觉得去的可能性很低啦 因为你现在应该在 大概要说到邀请函了嘛 嗯 那因为秘书长刘芳是大陆人啊 嗯哼哼 那他完全掌握这些行政的程序嘛 就照照博来呢 因为今天已经9月7号了吧 邀请函还没送来吧 对啊 才是20天了 不过因为双方还没破冰嘛 就没送来嘛 是啊 是啊 我请问您怎么判断宋楚瑜 他海基会董事长这个位置 到底为什么是王最后是王金平拒绝 据说王金平拒绝当天 蔡英文就不得已 就赶快找了田红帽嘛 宋更前面就 是宋自己主动拒绝吗 这个迷糊一团 我知道宋有去探北京的意愿啊 说他好像反对 当然了 北京对他出任海基会董事长是反对的 当然不开心 当然是啊 就是说这是我们跟蔡英文的事 你来缴获什么 有点这个味道 那王是因为太阳花之后 北京就对王有成见嘛 所以王是知道北京不喜欢他 对 那蔡英文也知道北京不喜欢他 那蔡英文干嘛行李如意去找王金平呢 不是啊 这个表达我的善意啊 因为蔡英文代表民进党 我想就是说蔡英文 民进党跟共产党是最远的啊 对蔡英文大概必须在形式上面这些人也感兴趣过 所以要那我至少找两个不是民进党的人嘛 啊结果你还泼冷水 你都不要 那我至少回来找我们自己人自己的人了嘛 我觉得这个决定我们这样讲这个程序比较完整 对可是拖太久了 你如果说是两一两个月还还可以了 嗯 一百天真的太久了 嗯 就这个可以更快一点 好了 那现在呢 那个大陆观光客的问题呢 人家不给你观光客 你就是要测验你的耐力有多大 然后我们就都嗨嗨叫 尤其是那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林正宜院长 请你有点有点骨气好不好 这样大故宫计划就不要 那全台湾关门算了 你们的民进党派的这些官 嗯 有没有脊椎骨啊 啊 明正宜讲的话真的是很奇怪啊 你赶快到立法院去骂他 想看故宫的又不是只有大陆人 还有故宫南院的 我们请秋如也打电话给故宫博物院 那个没出席的林院长 他就是没出席 听众朋友 我又要请你们打电话去骂他们了 我们这些官呢 要不然就没出席 要不然就是傲慢 他那个故宫南院的那个12个兽手 陈龙送的那个仿冒品 嗯 到现在也没拆掉 嗯 你们民进党 嗯 都是放了一堆 这跟民进党没关系 都民进党派的 我跟你讲啊 你是认为这个院长确实也有问题 对不对 大故宫计划 我那个发言 那个发言不对了 我们进广告 等一下有郭正亮 非常豪气的批评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好 两岸关系 田红帽初任 海极会董事长 各位注意到 昨天张志军的回应是 他不认识田红帽 要慢慢的了解 我觉得还不错呀 他的回应蛮温和 现在要宋楚瑜 被派做iPad特使 北京方面 当然第一时间反应不太好 但是这应该也是不错的一个 人事决策嘛 至少表达相应是很清楚 对啊对啊 就是蔡英文反正就用那种 阿信的精神去说服 顽固的共产党 其实他就要表现给国际社会看 对啊 就是我很隐忍 我已经是最大的 对最大努力了 然后总有一天 他们会找到 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 第一句话 叫做 两岸统一前 那个本来就是看 你要不要在这里 为什么他们都不看这个了 他就是有点下不了台阶 然后宪法一中说 那个一中是你们中华民国的一中 不是中国的一中 我跟你讲 他十八大 把九二共识列入政治文件 就他现在转不过来 所以他要看看十九大 他那个体制 其实决策蛮僵硬的 就是头儿还没讲话 就两岸的用语 他转不过来了 有点这样 这真的搞笑 真的 好吧 我们这个双方 我举例嘛 我举例嘛 比如说邓小平 一国两制到现在还在 对啊对啊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面对中华民国 你知道我的意思 对对对 那你不面对中华民国 两岸就是无解嘛 不是 你不面对中华民国 就变台湾共和国 我就常常警告他们 我们中华民国派 帮你在那个守你的 守中华民国 要不然就只好变台湾共和国 你逼我变台湾共和国 对啊 因为你中华民国 完全没有空间 对啊 共产党好奇怪 他为什么转不过来 就是因为邓小平 那个一国两制还没改 然后九二共识列入十八大 真的是这样 所以九二共识 就变成中华民国的代名词 他一定要在十九大 再弄个什么新的文件 一定要这样 他没有办法 他转不过来 好 那那个 这个跟那个 我请问你 大陆客 就算没有来 我们的政策需要这样 刚才还没骂完 那个林正宜 那个你们民进党委员 应该把故宫博物院院长 找来开一顿吧 那十二个兽手 为什么不敢 还把它拆掉 我这个是 山寨版 这个是细节的 可是那个是文化意义 重点是大故宫计划 没有了 那个兽手 你讲故宫里面 一大堆都是大陆搬来的 可是那个是假 他那是成龙的道具 丢人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好大故宫计划 因为大陆人不来了 我们就不要了 因为那个兽手 十二个也还没有凑齐 我知道了 那这不管了 那个那个林正宜 这个院长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这么没出席的人 做故宫博物院院长 他只是个人发言 那个不是政策 那行政院 昨天就应该 赶快说明 9月13号下礼拜 你们就要质询了 行政院现在要说明的事情 好多 比如说他今天出来讲不是要冲国旅吗 这个比较实在吧 不是冲什么旅游 你是旅游的品质比较重要 还有纾困 纾困你要帮一下人家吧 因为我跟你讲 那个团课的结构已经是既有事实 我问你 你不承认九月共事 游客减少 这是必然的 请问你蔡总统的团队 为什么有预料到 我觉得他太低估这个的冲击的严重程度 低估就表示他 我们两个人都有判断到 我临之前 那陈俊玲这些人为什么没判断到 这些国安团队的人在喝牛奶 我是有点意外 因为418万路客 我认为有300万是团客 他都是共产党这个盖章才能来的 团客几乎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你自由行 自由行我知道现在大概降百分之十六 团客降55% 不只要慢慢给你降啊 是啊 然后你还要哀嚎 这些团队在干什么 每天剧本都没有 今天林全他有讲比较具体的东西了 他第一个纾困嘛 那你张景深写什么演书呢 金融帮你延缓一下嘛 我知道 那大故宫计划还有 因为大陆客不来了 我们停止 大陆客不来了 我们不要呼吸了可以吗 大故宫他也要去找客源啦 不懂嘛 你们民进党人怎么 真受不了这些人 大故宫计划 你看那个到故宫多离奇 他从这个月底开始啊 四点半以后进故宫不用钱 你知道吗 连续一个月 那大陆客来之前 你故宫没有活吗 大陆客来之前 他可能有很多就是免费时段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不做行销嘛 故宫本来其实那个 其实他的 然后观赏品质什么什么 都有降低啊 其实我跟你讲啊 后来他是做了很多纪念品 对啊 我知道 那那个才引起了 还有比较旁边 纪念品变成他们的员工的福利 也没变成国家的钱啊 对啦 对啦 然后那个旁边盖的那个 故宫金华餐厅嘛 啊 才开始有 有点光光的样子 对啊 不然他本来是 多屌啊 就站在那边 要来不来 那是国民党姿态 最早啊 那你别讲了 以前是 以前那个 还是秦孝宜做 故宫博物院院长啊 嗯 故宫博物院博物馆 是全全球十大之一啊 对 没有错 所以我想请教 我当民进党的政府 林权院长 你就可以看着这个 林正宜 故宫博物院院长 在那胡扯 你昨天也不 不有一个说明 人家昨天在忙别的事 他忙什么 拜托 今天不是提出三个 我以为要忙着 郭芳玉说 我要申请那个 坐院子 他要忙的事情好多 还有12号 人家要上街 你知道吗 阁园 政府官员最怕的 就是你的形象 已经变笑话 那我只能提醒林院长 郭芳玉跟张景森 已经变笑话 冯士宽提醒蔡总统 他早就变笑话 所以他躲起来了 躲起来还是笑话 躲起来就变话笑吗 好 贺成蛋是终于被压到中秋节不收 那个晚上的国道收费了 给你一个喘息时间 接下来看乐森好了 这个怎么办 今天 乐森非常的离谱 我跟你讲 那一家白痴干头资本额只有5000万 对啊 他这个收购金额是50亿 可是那个刚才加仓啊 因为他比较金融上比较 他说大部分要收购的公司 他们都会有个paper company 这个是万例 那对不起请你做征信 对啊 那我说那你就你的资金来源 总要有征信啊 而且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要求安全 你会要求他交保证金 对 那他也没有这个程序啊 所以今天 或者说要求你出是财力证明 他也没有这个程序啊 这个受害者很多耶 不就是他一开始 乐森没有征信 征信我们讲具体的过程嘛 财力证明或者先预缴保证金 都是方式嘛 他都没有嘛 然后投审会还乱审一通 不不 还没有到那里 还没到 然后他这个案子就要进入公司 就是乐森本身的一个审议委员会 那读董一定要参加 真的哦 那个规定的 就读董你是外部董事嘛 所以这三个人要负责的耶 我在教公司治理耶 哦 这个就是 那可以这样辞职老婆吗 这么大的一个并购案 你读董一定要现场一定要录音 甚至要录影 他说他们是中性声明 他们没有赞成 请调出当时的录影带出来看 这三个人 有一个人叫尹启明耶 一天到晚骂蔡英文的 你记不记得 在选举的时候 各位我跟你讲了 还有一个李永平跟陈文倩 他当时做中性评量这个结论嘛 对不对 请调录音录影出来证明 他们当时发声明 就是要摆脱这个责任嘛 因为 那人家就要看你当场是怎么审的嘛 这个有录音录影 那为什么陈文倩昨天要辞职 然后现在所有的股民都在骂他落跑 我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说他要出国 那这个读董可以就这样子 一辞职就 然后许金龙还写一封安慰信给读董 跟许金龙人不回来 我坦白讲这个 这个要看金广会的态度 金广会摆烂 金广会可以要求不能辞职 本来就是啊 还有这个时间是发生在证明中做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对不对 没有错 这个案子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这个收购长达一年 乱搞一通 而且就是说他已经进入收购期间 他没真信 我不懂那个 然后读董没有阻止 对 然后要进入程序了 然后金管会没监管 然后他就第一笔收购金有进来 大概占了四点多%的股权 然后后来就是等于就是刚刚那个汉伟讲的对嘛 就拿了股票不交割嘛 对 那结果这个股票就 我估计这个年轻股民很多都是70块左右进场 因为你要128块 他喊到128嘛 买一张我就可以赚5万块耶 预期啦 对不对 结果他从105一路跌到76事情爆发 然后现在跌到46 现在跌到46 对 这个 然后而且从105跌到76是在两个礼拜之内 急剧的下滑 所以这个许金龙是董事长 三个读董 引起名 李永平跟这个陈文倩 你们逃不了 还有金管会当时的主委是曾明中 对是曾明中啊 是个乐生案 然后赵天宁他说他8月初有去 有人检举 有人检举 他有跟金管会私下讲 好多民进党委员都有接到检举 因为他开 不 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人觉得有人在出货 对 因为一定有人出货 结果不处理 结果不处理 因为那个券单增加了很多 对 然后他们开记者会又怕影响股市嘛 对 所以是私下去 然后 那个金管会就是一夫说 啊这什么事啊 不作为 对是这样 金管会不做的事情 还有赵峰 不过对不起啊 那个赵天宁检举的时候是今年8月 我以为那就是丁克华 那是现在政策 那也是那也是林权的人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 丁克华被认为是国民党的人啊 我就跟你讲 金管会这一路下来是不分党派的 就是蓝党 他就对这种事情怠惰了 我都觉得金管会没政党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跟蓝绿无关 是他对金融金融监管的怠惰了 就习惯了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就你对老实的公司 对老实的公司你敢下手了 对有门神的公司你不敢 他们以前怎么去查人家台新金控 你记不记得那个二四金改的时候 两百个调查员去人家公司搜索 你去查光股银行看看 你干嘛 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彭怀南的联金是赵峰金控的董事长 他去写一封信 那个时候呢 徐光熙是赵峰银的总经理 他的联金发生的事情 他去写信 那他有没有揭露呢 第二外汇经纪公司 现在董事长叫郑志文 彭怀南说那不是他联金是远亲 那怎么个远亲法呢 彭怀南这位男士 他昨天中央银行发稿 还某男士某媒体 你有没有品位啊你 某男士彭怀南 请你不要再造神了好不好 马上回来 全球快递高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刚才讲的乐生啊 这个几个相关的人士 我看今天会引发更多的重视 因为林全的金管会是不作为的 这个金管会也很奇怪 金管会对有门神的公司 对光股银行都不敢碰 7月29号 以前现在的金管会对赵峰的那个美国那个案子一点都不知道 那个案子从 你知道他跟那个吴先生的那个纽约州的那个案子 从2004年就开始 我金管会不知道 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们有到金管会去 财政部不知道才离谱 纽约州有 这个光是这个案子 你知道那个Kingston啊 我知道 你知道这个Kingston天天在看电视节目啊 他他在看那个 他在打官司啊 他在震惊看民事 那他看完了以后 他还有反应 透过朋友朋友反应给 给这个民事 我还接到那个他的反应 因为他4000万美金 对因为他很活大 他在追这个案子 对啊 那这个案子从2004年就开始打官司 然后 然后那个 他2005年已经胜诉了 对 他拿到4000万美金啊 4000万那招费不揭露嘛 找不到钱嘛 对 赵峰说 找不到钱嘛 赵峰就帮忙把他钱给移走了 就那个Samson Wu了 对不对 Samson Wu Samson Wu的外公是国民党的将军啊 不管怎样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 2010年开始 纽约州的DFS金融服务所就开始查纽约分行 跟巴拉玛分行之间的 的奇怪交易啦 对 那个时候的纽约分行的经理 就叫郑志文 就是彭怀南所谓的远亲 那那个郑志文在2011年3月被蔡友才调回台湾 退休 去做外汇经纪公司的董事长 外汇经纪公司跟中央银行关系很密切吧 你不觉得这里面 受外汇局管理 对 他们的 他们 然后彭怀南昨天可以说 我们我们质疑他跟郑志文之间的亲属关系 说他还回一个消息 回一个新闻说某女士某媒体 你彭怀南那么傲慢 你们立法委员就这么怕他吗 某女士啊 不是我觉得彭怀南傲慢到几点 你8月1号你代表政府写信 你写的什么鬼信啊 他写什么嘛 他说某女士怎样嘛 我不管啦 就是说彭怀南到底是什么角色嘛 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你们那个财政委员会委员 到现在不进入情况啊 不是还没开会啊 总可以整理一些资料吧 昨天啊 昨天人家呼吁说那个纽约分行 跟巴拉玛分行经理要回国 做说明嘛 甚至检调要约谈嘛 这个起码动作要做嘛 嗯 结果这个 为什么财政部不能要求兆风银行 把那两个人给调回来呢 难道美国不让他们走吗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很奇怪 然后中央银行总裁 你尽管纪律有问题的事情 你可以写一封信之后 到19号 你为了金融安定 你就不讲话 你们内部也不调查吗 林泉被骗得团团转 这个事情 你现在想中央银行 我讲的是赵峰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 金检局跟财政部都要发言 不 19号以前你可以内部先调查吧 19号之前 他们根本连调查都不调查 他们想吃案 我晓得了 还有那个常董 每个礼拜的常董会都没有送案 那我请问你们嘛 你们你们民进党的政府 林泉 蔡英文等等 对这个案子摆明的是想 想大事化小事啊 想吃案啊 我当事人还没回国 当事人那个瞿光心应该压起来啊 蔡友才应该压起来啊 这个案子逃不掉了 逃不掉了 这一坨拉股 这个十几年的案子 我知道了 这个已经进入检调程序 逃不掉了 我们都不相信检调 不是啦 可是你当事人总要回来说明 那当事人为什么不回来勒 赵少顺不是上来了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美国不让他出境啊 我不知道啊 嗯 这有可能耶 因为可是总是9月13号以后 立元就要开议嘛 那个那个非常傲慢的中央银行总裁 非常糊涂的林泉 加上装糊涂的丁克华跟桂仙农 加上财政部那个叫做许于哲的部长不见了 对许于哲好像不见了 对 没有错 然后前任的金管会主委曾明中 副主委王立林 嗯 在那边抓傻 曾明中跟乐森的关系远超过跟赵峰的关系 赵峰也是他任内啊 对 可是精简原则是在地精简 我们是用抽样的 我们一年只抽四家 然后他们还说那叫做地主国 我跟你讲这个金融管理是 是是母国 骗人 不是不是不是 你要知道之后就进入母国 对啊 可是他不知道啊 他知道了以后他装傻呀 呃对了 你可以这样说了 可是知道的时间已经八月了 正亮 我觉得我觉得民进党的政府让我非常非常失望 就是这几个案子 我知道了 这个我我就觉得奇怪财政部跟金检局 为什么不能够就这两个分行的经理 不能回台湾做个解释跟说明 对 这个我也不能接受啊 那问题是我对你民进党监督能力 那个黄国昌只有对徐光熙这个事情 他提出了一些质疑 之后我觉得黄国昌好像 徐光熙坦白讲还没有直接正确 徐光熙又是当时的赵峰银的总经理 可是你还没有直接他设案 他就是有利益冲突 可是纽约分行跟巴拉玛分行经理是明显直接设案 而且这里面的人 那个Samson吴还说 那个案子里面还有他的公司的人 跑去做纽约分行的经理 就是光这个案子里面就牵涉这么多 更别讲说你的顾郎分行 巴拉玛分行跟纽约分行之间的人士之间的问题 而且美国有发现他跟巴拉玛分行在一不断的在做交易 对 那赵峰纽约分行不提供资料 现在的赵峰我跟你讲 我们的检察官不是搜索过赵峰吗 那个时候是徐光熙做董事长 我问过他们说不给资料 我们的检察官说不到资料 说不到资料你怎么查案子 我听说DFS 就是纽约的金融服务局 他认为他的对口是经检局 不是检调 经检局里面有检察官 所以后来林权不是派了专案小组过去吗 那那个时候应该接上了 然后还放谣言说是因为蔡盈阳也涉及什么号顶内线 我告诉大家蔡盈阳跟内线交易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放这些消息的人你们适可而止吧 他要转移焦点 对不要脸 不过我跟你讲 你不要漏了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的金检小组去纽约之后 他可能要求你签保密协议 然后保密也可以查 可是你不能讲 我都觉得 如果他不能讲 我们跑新闻会感觉到你有在查 我们跑新闻觉得你没有在查 你们在关关相互 光是澎淮南 我跟你讲 你们民进党委员不把他抓到立法院去问 你们民进党委员就失职 财政委员会他本来就要来报告 尤其这个会其实省预算 他一定要装神弄鬼的 他一定要来报告 你们民进党真的完蛋了 中央银行的预算要经过财政委员会省的 你们常常被打电话骂 对不对 现在 没有 这很气 他很会做人 你们支持他 做人个鬼头啊 装神弄鬼的 造神 避避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